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锤吊猪天》961集 一击之危 琉璃色的精神能量汹涌而出,铺天盖地,直接化为了食指 如同一双大手,把空间直接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 而北风呢,也是动用星龙体,原本就强大无比的肉身,直接破露到人黄之境 哼,可怕的未能爆发,北风如同浪潮之中的一叶偏周 周身的星辰立场不断地崩灭,而后重生,周而复始 咔嚓,一道清响 在这一股洪流之中,北风的星辰立场直接被彻底地击破了 喷,下一刻,这股冲击波直接席捐北风 发出了一道怪异的声音,如同是骨锤击在了骨上 可怕的力量让北风的身子连连后退 但北风却是硬生生地靠着肉体抵挡下来 这股力量虽然恐怖,但终究还是呈现扇形的 没有汇聚在一起,否则北风也不会这么容易接下 可怕的能量自北风的周身一分为二 向着远方呼啸着冲击而去 北风的身形浮现在半空,身高丈六 周身被一层鳞片覆盖,只露出了两只树桶 看似只是多出了一层鳞甲 但是北风的气息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扫之前慵懒的状态 此时,北风的气息高贵难言,如同神圣 笼罩着朦胧的光辉 咚! 另一边,树妖也是强大无比 精神力干涉现实 尽管体型庞大 需要防御的面积更大 可是根腰呢,还是因为体型庞大的缘故 才拥有着武者所不能够比拟的能量总和 和这头根腰比起来 哪怕北风体内的能量超出了同境界武者数十上百倍 在其面前都是不知一提的 但根腰尽管体内能量庞大 但却是散漫的 不能像北风这般所有的能量汇聚为一体 北风如同说是一个钉子 那么根腰体内的能量呢,就是指 虽然指很厚 可它还是指 另一边,众多青天卫已经快要抵挡不住了 哪怕身前死去的妖兽失身 已经形成了一堵城墙 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妖兽涌了过来 来之前 众人为了活捉疯狂进的妖兽 自然是准备充分 可是再充分 也是经不住这样的消耗啊 不少青天卫已经快要历劫了 炼丹师也是气喘吁吁 尽管被保护在最中心 可真的不比在外面搏杀的武者轻松多少 而阵法师更是不断地布置出一个个防护阵法 尽管呢,只能够坚持片刻 却是让众人得以喘息 为帝皇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可是此时也是无奈 如此多的妖兽根本就冲不过去啊 哪怕是所有的青天卫 都收入到五人的小世界之中 动用缩地成寸也不行 这是最后没有办法之下才会动用的 因为缩地成寸是有距离的 尽管短距离之内速度恐怖 但是呢,也只是短距离 绝对走不出这妖兽包围的范围 而每一次动用缩地成寸呢 需要消耗的气血 比起权力搏杀还要高 更重要的是 这五位帝皇 尽管此时还没有发现端倪 可是总觉得有着一股危机 缭绕在四周 之所以没有动 恐怕就是在等自己等人溃败的那一刻 是以五个人都没有提出突围 只是在原地防御 到底有多少妖兽被寄生了 杀之不绝 严虚平复了一下躁动的气血 有些无力 轰 天边一道波纹闪过 天空的云彩直接被撕碎 一股庞大的波动 瞬间席卷而来 这是什么 快,防御 不要顾及 动用阵盘 几位帝皇只是稍微感知 瞬间面色一变 急忙对着众人吩咐着 而众多被寄生的妖兽 也是迷茫地抬起了头颅 看向了远方 而后惊慌失措 兽群躁动不安起来 北风与跟妖 战斗力之强 已经达到了绝世人皇之境了 两者全力交手之下 可怕的余波 瞬间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这等战力 哪怕是在绝世人皇之中 只是垫底 可两者交手的余波 也足以让山川崩塌 江河断流 在北风与跟妖的交战余波之下 方圆上百公里的面积 直接被一位平地 寸草不生 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取出了阵盘 这些阵盘 都是宗门的阵法大师所炼制的 每一块都足以抵挡 帝皇境的妖兽攻击遗嘱箱而不破 原本是用来捕捉疯皇境妖兽的 可是看着远处天边 那如同漠视一般的场景 却是直接用了出来 嗡 一层层阵法被激活 相互叠加 无数的符文流转 几乎就在众人不知好阵法的一瞬间 下一刻 远在天边的毁灭性冲击波 就已经到了近前 所有拦在这一道毁灭性冲击波 面前的一切 都被毫不留情地碾碎了 浩浩荡荡的妖兽大军 在这一道冲击波之下 足足死伤了五成还不止 五成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这一道余波之下 最少百万妖兽被击杀 这还是在关键时刻 兽群之中突兀地出现了 石头堪比疯皇境妖兽 全力抵抗之下 才没有更多的死伤 而青天卫生前的防御罩 只是在与冲击波接触的一刹那 瞬间就被击破了十八刀 严虚等人对视一眼 纷纷震惊不已 连此时妖兽群中突然出现的 十几头媲美疯皇境的妖兽 也是没有去关注 都是被这一击给吓到了 而残存下来的妖兽呢 也是打了一个哆嗦 充满了恐惧 两方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道冲击波而罢手 不知所措 杀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充满了杀鸡 天地如同复合 这道声音响起之后 顿时让众多青天卫惊喜与震惊 是统领 统领没有放弃我们 众多青天卫松了一口气 听到这个声音纷纷开口 扯 快离开这里 没错 这里的战斗我等帮不上忙 哪怕只是一道余波就差点抹杀我等 留在这里不仅帮不上忙 反而是累赘 几位帝皇当机立断 向着妖兽群中看了一眼 而后谨慎地后退 而一群被寄生了的妖兽 则是打乱 如同无脑的苍蝇四处乱窜 这些妖兽体内 都有着一枚跟腰的种子 平时就是跟腰用庞大的精神力 来操纵这些 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种子 来控制妖兽的行动 类似于以后与兵蚁公蚁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在跟腰集中权力于北风搏杀 对这些妖兽的操纵略有下降 这些妖兽体内的跟腰的种子 被刚才那可怕的攻击吓到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北风凌空而立 头顶的两根龙脚 展露蒸笼 一道光芒 自这两根龙脚之上迸射而出 化为了两柄神剑 向着跟腰斩下 同时 北风的身子闪烁 催动巴不赶缠 突兀地出现在跟腰的身后 手中握着的黑铃剑 迸射出了绝世见光 请不吝点赞 订存在